看了这段视频之后 您将知道助听器该注意的事项 知道如何保养助听器 以及如何更换助听器的电池 助听器的确是一个很棒的仪器 但是它那么小 不知道我会不会保养它 别担心,很简单的 那我应该怎么做 来,让我们为您解释 以下是一些关于助听器的注意事项 不可以把助听器弄湿 因为助听器不防水 在洗澡之前,要把它拿下来 在睡觉之前,要把它拿下来 不可以让它掉在地上 不要让它被发焦喷到 日常保养 当你不需要使用助听器时 请关掉助听器 为了延长电池的寿命 请记得将电池门完全打开 以便关机 先用干部将助听器上的耳垢 汗水以及其他异物 抹干净 接着将助听器朝下 并用刷子刷干净 助听器的出音孔 以避免耳垢掉入 最后,将助听器放入干燥罐 干燥罐中有一个能够吸收水分的干燥剂 干燥剂一旦变色 就必须更换 如果您不确定 请每个月更换一次干燥剂 助听器必须保持干燥 干燥剂必须保持良好状态 这可以预防你的助听器生锈 更换电池 根据电池尺寸和你使用的情况 助听器的电池 大约每隔10到14天就需要更换一次 你可以从厅力诊所或某些药房购买电池 轻轻地打开电池门 并放入一颗新的电池 同时请确保电池的正极或平面是朝上的 如果电池的方向相反 电池门是无法完全关闭 千万不要强行关上电池门 将电池门完全关上之后 助听器就会开始启动 哇,听起来很简单 我相信我做得到 你绝对可以的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你还是可以随时找你的听力学家帮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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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